副导演陈凯歌指导的霸王别姬 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民国初年西班子里头 一对师兄弟小石头小豆子 发展出复杂的感情 小石头长大成人之后 成了饰演楚霸王的段小楼 而小豆子呢 则是饰演鱼姬的成蝶衣 成蝶衣男扮女装 台上台下分不清 竟然爱上了大师兄 不过段小楼又另外娶了太太 师兄弟暧昧的同性之情 也成了文化大革命时 被批斗的对象 其实清朝的京剧演员 清一色都是男性 就是为了防止大臣 看戏看到跟演员发生了感情 所以禁止女性登台 不过没有想到 这条界线却拦不住男男相恋 这些男扮女装的花旦 因为长相斯文举止秀气 很快的就成了达官贵人 烈焰的对象 姿态柔美 眼神娇媚哲人 鱼姬眼看楚霸王英雄陌路 自吻殉情 令细迷肝肠寸断 而鱼姬在浓艳之粉底下 却是不折不扣的男儿身 师哥 我想让你跟我 就让我跟你 好好唱一遍的戏不行了 如女子般的娇柔妩媚 古代戏曲的淡绝 本来由女子扮演 明朝之后 朝廷公开颁令 禁止女歌技所有表演 因此就由男子顶上 社会上好男色的风气 也巧巧公开萌芽 我们雷大帅今天想请你喝一杯 我今天没空过来听吧 雷大帅等着你呢 有一个大臣 他就上了一个奏折 说从此以后 我们应该要禁歌技 那当然就是禁语的歌技 禁歌技 因为怕大臣跟他人 都是关系不正常 太迷恋这些女色 那一旦禁歌技以后呢 就变成九十眼前 要怎么办呢 就找了一些年轻的男孩子 叫鸾童 这些鸾童啊 来装蛋 下令不准官员侠祭 那如果照祭同乐 也同样要编六 下令不准官员侠祭 不知大伴 女歌林地下话 男林浮出台面 亲世组入关之后 沿用前朝禁令 禁止女林演出 防堵大臣丹于义乐 因此所有的戏班 都只有男演员 扮演战爵 像女的吧 像女的吧 那娇柔百昧的清秀男林 自然也成为观众 追逐的目标 因此八大胡同的相公堂子 也就如春笋般 因运而生 男子爷 总漂浮 老师教学 教他唱戏 也带他出去演戏 可是晚上 他们要做一种副业 就是在这个堂里面 来经营一个 这个其实叫相公堂子 他们不仅担任表演的工作 甚至也出卖自己的肉体 然后久而久之 居然形成一个 制成一个相公叶 或称为相公叶 相公是指在戏中 男扮女装的男演员 他们平日打扮女人味十足 说话跌声跌气 走起路来扭腰百魂 文人雅士 达官贵人争相宠案 值千金就为了一清方泽 一起品茶啦 一起品酒 然后陪他聊天 然后弹刚才的戏 或者再唱歌给你听 再唱两段给你听 都说当年太后老佛爷 他老人家赏戏 有这样的手面吗 思源 你车上我们爹 你怎么当得起啊 南陵成了打官贵人 争相包养的目标 明清两代南风即胜 南风指的就是南同志 明武宗时期 皇帝建报房 后宫三千加厉 同时也有南宠 上行下校 史书记载 明正得出 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 官吏如生乃至流 后室儿皆浩南色 也因此南歌林的声势 扶摇直上 背后却也藏着 更多不堪 我 我想杀尿 就往这里头杀 你这样的往里头杀 不算糟的东西 南陵通常下场是很悲惨 因为如果被打官贵人看中了 他就会把你找去他家表演 晚上就把你留住在那边 如果你不从 威胁利诱都有 二老板 雷大帅让我来通知你一事 什么呀 大帅很喜欢玉兰 明天会用大红花轿来接他过门 打官贵人与南陵的断秀之爱 成为公开秘密 新出著名的南陵王子驾 十五岁一出道就厌绝四方 巨国趋之若鹜 许多豪门贵族争相宠爱 文学家吴梅春在王狼曲中描述 武林侠少豪华子 甘心欲为王狼死 为了得到与王狼的同性爱恋 虽死不辞 他的焦态艳装 让爱慕者魂丧神夺 厉崩礼班族光临帝处 王子驾不胜荣幸 苏州命令王子驾 久仰久仰啊 王子驾沉醉追捧 淫欲豪奢 终究逃不过时代的泰宦 而大多南陵甚是堪怜 当遇到真心对待的恩客 也会以诚相对 清代杰出的学者和大臣碧园 与明灵李郎的同性爱恋 至今人为人津津乐道 碧园在魏籍地时生活拮据 金钟幽灵李贵官经常相伴 甚至金钱资助 有情有义 那这个李郎呢 为他做到什么地步呢 如果碧园生病了 还特地去为他张罗这个药方 替他抓药煎药水 而且出入还特别替他怎么样呢 配挂就是叫马车来载运他 去看医生 别动 好 碧园高中壮元 大魁天下后 李郎也被称为壮元夫人 也为才子家人最另类权势 李郎对碧园有情有义 令人动容 但也有南陵妄恩负义 民事宗实的全臣 颜松和儿子颜世帆浩南风 颜世帆热烈一个名叫金凤的南陵 蒋瑞早的小说考证中说到 就非金不食 也非金不寝 生活没有金凤就食不下业 业不成眠 但颜家落败之后 金凤付出也成为众矢之帝 颜世帆败了整个被抄家以后 金凤当然也就离开了业家 有一天演一出戏 那个戏里要演颜世帆 这个演他的主人 这个金凤竟然就去演 观众叫好 可是一方面在骂他 因为这个忘恩负义 我本是男儿郎 我本是男儿郎 你本是女娇娥 我是娇女娇 男龄皮肤吹弹可破 身段柔美娇媚 都是经过严格训练 登台演出时 还必须脚踩着女生裹小脚的翘鞋 在舞台上忍痛演出 我的鞋子非常非常小 非常小下面一块小木头 那你穿进去 你整个脚一定穿不进去 所以等于像芭蕾一样 颠起来走路 男龄反串淡绝 比女人娇艳欲低 让王宫权贵 文人雅士取之若鹜 各地还举办男龄花榜 类似现代的选美比赛 另外知名文学家 袁梅 郑板桥 都公开爱慕男子 尤其是男龄 乾隆时期更出现 品评幽灵的专书 男龄享受明星般的追捧 心中却藏着多少 不为人知的心酸 在光鲜亮丽的表面 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我本是男二郎 又不是女娇儿 来 我们再来 罢王别姬也是张国荣首度挑战同志角色 他阴柔俊美的表现 也让大家对他的性向感到相当的好奇 1997年他大方出柜 更让很多人佩服他的勇气 后来传出张国荣还是因为感情问题走上绝路 对照他在罢王别姬里头成叠一的角色 更是让人不声唏嘘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古代南际的故事